本是一仙一魔的他们却是灵魂伴侣 一个是冷面深情的天宿上仙 而另一个则是举世皆知的赵叶成大魔头 可就算记忆被天道抹杀 也无法阻止他们双向奔赴 传说在25年前 魔头乌形雪带领麾下众魔血喜仙都 那一日仙都敬 众仙隐落 就连三千灵牌大半也沉入无端海底 眼见仙都失守 天宿上仙肖傅轩出手镇压 将魔头乌形雪封印于自己所长持的苍狼北域中 但天宿上仙也应然尽灵神而隐落 无人知晓他的尸身下落何处 自此世间再无上仙 而就在25年后的这天 一个身穿苍青素衣的男子立于苍狼北域的枯树下 他看着若隐若现还叮当作响的锁链以及染血的手指 这是何处 这身体好像也不是我的 就在这时身后有人轻声喃喃 这声音是 去 令淮山你疯了 就你长嘴了当面挺 找死也别拉上我 就算打断的人呵斥也只敢用气音 可惜还是被听见了 乌行雪淡漠开口 是什么 别停 继续说 暗边的两人呼吸一致 没 没说什么 城主我错了 是我口不择言 我不该替锁链 乌行雪瞥了一眼 令淮山 你叫我城主 令淮山文言下的都要疯了 城 城主 不能叫了吗 别看乌行雪脸上波澜不惊 可心里却巨浪滔天 我能告诉他 我根本就不是这身体的原主吗 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 站在树枝上的乌行雪早就快崩溃了 因为他现在站着的地方随时都会断 王公显贵 只是睡了一觉怎么就上了别人的身了 睁眼就来到了这个鬼地方 脚底下全都是人的手 还有风吹他 还晃 还满手血 乌行雪苦涩地垂着眼睫 这眼下的情况简直要了命了 举世皆知的大魔头却长得金贵俊美 就连仙都的冷面上仙都对他情有独钟 然而大魔头乌行雪却被心上人天宿上仙关押在苍狼北域 这个比魔窟更加害人的地方 只因被困于此的妖邪短则一天 长则一年都会魂飞魄散凌肉俱灭 但唯独魔头乌行雪再次锁了25年却依然还活着 就在刚才 乌行雪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并不是其他人口中的 明明自己是雀都的王公显贵 不知怎么睡了一觉就上了别人的身 他站在晃晃悠悠的树枝上忙扶住手边的树干 还听见远处似乎吵着要冲进来诛杀魔头 手下宁淮山见状急忙开口 不好 照这驾驶 他们很快就要进来 城主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啊 乌行雪闻言不动声色 但内心却慌得一批 怎么回事 谁冲进来 这时另一个手下也拱手都道 这两日苍狼北域突现异响 仙门百家怕您破风而出 马不停蹄全都来了 乌行雪强装镇定 所以你们这么着急忙慌的 是打不过啊 两个手下闻言刷得跪下 城主 外面那些仙门子弟其实根本不值一体 只是 而后乌行雪冷着脸听闻这地方之前 竟是那位关押自己的天速上先管 虽然早就没了 但说不定有残留的后招不好对付 宁淮山听方楚这话忙用手肘撞了一下 他都跟仙斗一块云没了 你非要在城主面前提 乌行雪新说又来了 他俩怎么又是这束心照不宣的样子 难道那位天速上先跟我 不 跟我这原生有什么密文吗 方楚看城主无动于衷 言语胶着地恳请城主 咱们还是赶紧走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城主这会儿有个更为迫切的难题 试问 自己要如何在无损魔头身份的前提下 让人把他从这个树岔子上弄下去呢 乌行雪略一丝寸 嗓音依然不轻不重 你过来 被点中的人走了一下 随后硬着头皮回答 是 城主 随后方楚施法飘行到城主所在的坡树面前 正当他刚要在树上落脚之时 就听到嗡的一声巨响 而他也瞬间被光幕弹飞出去 岔那边只见无数剑气带着寒一字八方而来 此时乌行雪内心暗叫糟糕 他只觉得凛列的剑一扑面而来 下意识地就闭上了眼睛 可在睁开的时候 就看到一朵巨大的金色莲花在他脚下轰然展开 而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之时 却惊得目瞪口袋 只见在迷眼的雪墨和金色的残像中 出现了一道手持巨剑的虚影 那人声量很高 幼儿骨上钉着三道黑色丧钉 锋利中透着冲天煞气 但又翩翩面如关玉 脖子上的金色免字若隐若现 难道 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天素上仙 本是速敌的他们却死都要同寻 这世间神魔本应形同水火势不了力 但天素上仙肖傅轩却把自己的光果放在囚禁魔头的地方 原来就在刚才 乌形雪无意间触动了困住自己的封印 还看到了天素上仙手持巨剑的虚影 而当虚影淡去之后 脚下突然出现的金色莲花也在缓缓升起 可谁知莲花却忽然包裹住乌形雪 猛转向下 当时乌形雪惊醒 不好露下了 众目睽睽之下狼狈落水 我这邪魔算是装到头了 刚自朝完 他就听见了手下更狼狈的惊叫 这是什么鬼地方 本以为完蛋的他睁眼的一刹那 却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阴影 只见一颗巨大的枯树下斜插着无数的剑 流入一片剑种一般 原来几人落水之后 竟意外来到了苍狼北域的底层 乌形雪走进剑种一看 却看到了让他惊异不定的东西 原来就在剑种中间赫然摆放着一方玉关 这难道是上仙肖傅轩的光果 可天素上仙的光果怎么会在这里呢 手下猜测肯定不是本尊的光果 估计是一关种 乌形雪心想可能确实是一关种 不然自己的光果放在专门囚禁魔头的地方 不是死过瞑目吗 他轻浮上白玉关边缘 想试试白玉的品相 正当手下一惑城主这是要做什么知识 却不料玉关突然开始振动不止 砰的一声 玉关上的黑色免字钉 输然从乌形雪的侧脸旁边弹出 他眼睁睁看着玉关上的关钉 一颗接一颗全部弹飞出去 宁淮山如临大敌退后两步 他还以为城主是想要开关呢 而城主此时内心戏比他还多 不 我不是 但凡会点法术 火跑得比你们还快 但现在他不仅跑不了 两只脚还不知道被什么钉柱 根本不能动 乌形雪绝望地看着玉关自行打开 心想这下完了 然而就在他小心翼翼地看向玉关之时 却看到这根本就不是一关种 里面躺着的竟然是萧富玄 男人在棺材里躺了25年却容颜已久 而不小心掀开男人棺材板的乌形雪 却吓到魂不附体 本以为这玉关只是一关种 却不料里面躺着的竟是萧富玄本尊 宁淮山下的拔腿就跑 却被方杵拽住 城主都在这呢 你慌什么 你仔细看了 棺材里不是本尊 乌形雪一时陷入沉思 不是本尊吗 据说那些上仙喜欢搞分身游历人间 这么说来还真不是本尊 只是个空空的去窍 不过天宿上仙手里的那是什么 玉雕吗 乌形雪星说得罪了 伸手便要去拿玉雕看看 而当他抽出上仙手里的玉雕 拿在手里观摩之时 可谁知突然听到一道声音 在自己脑海中响起 梦都西边的春帆城你去过吗 那里有个奇人一无声 想回去吗 去找他 乌形雪文言吓得差点丢了手上的玉雕 这声音 难道是因为握着的这尊神像 可乌形雪自然是想回去的 那里没有羡慕纷争 只有人间和喧闹车马 春帆城 一无声 真的能让我回去吗 乌形雪凝重地看着手里的玉雕 可下一秒就把玉雕丢回了棺材 看来真的魔障了 也许只是这神像上的残余灵石 刚好对上了我的心思 谁知那道模糊的声音又响起 这棺材里躺着的去窍挺好用 柳株万星灌进灵石 傀儡就成了 听闻此言 乌形雪转身下意识就握住了 萧复轩的手腕 背后的方橱吓得一哆嗦 城主 您 您不会是要把这天塑上仙的凡身去窍 做成自己的傀儡吧 乌形雪星说当然不是 我敢吗 再说了我也不会啊 我就是想证实一下 刚才脑海里的声音 不是一响而已 但恐怕我也证实不了什么 我根本不会灌注灵石啊 我不会真的疯了吧 这想法还没消 乌形雪忽然感觉拇指下 有什么跳动了一下 很轻 像活人的脉搏 而就在下一秒 棺材里不知雨没多久的人 竖然睁开了眼睛 两人确认过眼神 都是一脸猛逼的人 这时二愣子宁怀山还一脸兴奋 成了 城主快看 傀儡他睁眼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上先是睁眼了 但城主心都凉了 这事件种里的常见 突然开始振战不息 突然从棺材里伸出的手一把 拽住了乌形雪 他自暴自弃地闭上了双眼 而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看到的竟是 萧富轩拿剑抵着自己的脖梗 棺材里躺了25年的俊美男子 竟然活了过来 他看着掀开自己棺材板的人 声音暗哑 乌形雪 乌形雪看着一脸寒霜的 萧富轩顿赶头皮发麻 你要杀我吗 你不能杀我 萧富轩带着久未开口的威亚 为何 因为你弄错人了 然而这话并未让 盯着自己的上仙有一丝动摇 此时乌形雪很快反应过来 恐怕是原主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没人会轻易相信我说的话 难道自己今天就要含冤赴死了吗 他思索了一下 干脆和萧富轩摊牌 自己是天外游魂算了 随即他小心翼翼地问萧富轩 既然他是厉害的上仙 应该看得出来 说到一半他瞥了一眼 深厚的手下 萧富轩了然 你说 他们听不见 怪不得那两手下 站在那里半天不见动静 原来竟是被定住了 而萧富轩此时也发现 乌形雪的不对劲 他捏着乌形雪下巴左右看了看 正当他想要试图看出点什么知识 却不想乌形雪却说你弄错了 我不是他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魔头 我不知道那魔头是不是心机深重 所以你不愿信我 但我真的不是他 我甚至不是这里的人 说吧乌形雪还伸出手 让萧富轩叹一下 就知道自己顶多算个倒霉的游魂 然而萧富轩看着他的动作 依然没有应声 乌形雪满心无奈 看来他还是不信 谁知下一秒 萧富轩就认真地看着他 问他何名何信 从何而来 乌形雪竖然抬眸看向他 那地方叫却都 同这里很不一样 既然你是仙 你有办法帮我回去吗 萧富轩文言推开 近在咫尺的乌形雪 我掌刑 只会抓人罚人 随后他起身挥了一剑 刷的一声 乌形雪手上的锁链应声断开 就连环绕的风雪也骤然歇指 乌形雪刚一站定 就见萧富轩还剑入窍 这时宁淮山他们也解除了定身状态 他奔向乌形雪 城主那屈窍怎么 话音未落 乌形雪已经干大地闭上了眼睛 他现在只想把手下的嘴封起来 然而宁淮山还在喋喋不休 先前吓我一条 所以那是屈窍里 还有一点零食残留才会动手吗 乌形雪星说 只有一点残留可动不成这样 但两二愣子还以为傀儡做成了 兴奋地就开始上手 谁知下一秒 宁淮山就被萧富轩冷冷的一眼下的 将在原地不敢动他 死而复生的俊美上仙 竟被误认为是傀儡 就连魔族小弟都敢对他上下其手 就在大魔头乌形雪 想要提醒手下他不是傀儡之时 却不料整个苍狼北域开始地动山摇 两个手下以为城主法力通天 能自保于是先行跑路 可谁知此时的乌形雪却毫无法力 并且他所站之处也塌陷了只剩一块人士 正当他以为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之时 却不料下一刻身边突然金光乍险 原来竟被萧富轩护在了怀里 而在乌形雪晕过去之前 他瞥见了萧富轩眼神灰暗不明 不消片刻 几人就出了苍狼北域 命怀山倒是精神头不错 还一直唠叨看那些仙门子弟狼狈自己就痛快了 说完还不忘夸乌形雪厉害 把天素上仙的去窍做成了傀儡 乌形雪看他大言不惭的还说 要是天素上仙拳下有知 自己居然救了赵叶成的魔头那真是 则则则 看着天素上仙那难以形容的表情 心想若是萧富轩的眼神能化解 你头已经没了 令淮山似感觉到了杀气 立马条件反射的住了口 而萧富轩听见乌形雪的笑声转过来看着他 眸光从他薄薄的眼皮里头露 并着灯笼微亮的光 乌形雪看着他一位不明的眼神顿时愣了一下 他不明白天素上仙为何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片刻后 萧富轩闭眼又继续装着傀儡 待其他人都睡了之后 萧富轩开口 乌形雪 巨崖砸落的时候 你为何不躲 乌形雪原本昏昏欲睡 文言懒懒的开口 两边没路 我也没有三头六饼 我说了我只是一个凡人你就是不信 他看上去已经睡着了 过了好半场却忽然含糊道 萧富轩 被叫的人文言骤然抬眸 认真的准备听下文 只见乌形雪拖着塞庸懒的问 既然不信我 那你刚刚为何要就一个魔头呢 堂堂冷面上仙竟对素敌大魔头有着不可言说的情谊 不仅甘愿假装当一个任人驱使的傀儡 还深陷素敌的温柔香不可自答 而就在乌形雪问他为何要就一个魔头之时 萧富轩却没有应声 他不是不想回答 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在乌形雪又睡过去之后 萧富轩却捶着眼眸叹了口气 次日宁淮山让让船怎么变了方向 看来回照夜城的计划要推迟了 却不料这郑重乌形雪的下怀 想那赵夜城可是魔窟 疯了才去那地方 不过船杆方向变了 难道是天宿上仙干的 不过上仙这会儿还在兢兢业业的装傀儡 对宁淮山的叫嚷质若罔文 乌形雪依然困着 他半合着眸子问 别嚷 这会儿往哪去了 而从宁淮山那里得知要去春藩城绕一圈之时 他瞬间想到那有个医务生可以帮自己回到却躲 难道这上仙大人是想通了决定帮自己找医务生 他这时只希望那位医务生是个好人 能信他的话也愿意帮他 正当几人来到刁满神像的春藩城港口之时 却不料两个手下抱着头一脸痛苦的样子 还叨叨着神像太多简直要命 而这时几个春藩城的仙门子弟 正在讨论魔头出来这里肯定先遭殃 乌形雪甚至听说医务生的胸腹七女全都惨死魔头之手 文言他一个量抢 什么生 哪个生 我跟谁有仇 萧富轩见他快摔倒 忙一把扶住乌形雪的腰 随即对他说是你要找的医务生 乌形雪认命的闭了眼 这等血海深仇看来是找错人帮忙了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时 两个春藩城的仙门子弟过来询问他们可是要进城 他们看向宁淮山和方楚石面路谨慎 这两位小哥是 身体不适 也不怪人家怀疑 这俩一上岸就冲得神像又晕又土 反应实在太邪魔 要不是自己和萧富轩毫无反应 恐怕这俩仙家子弟就要拔剑了 在得知他们只是晕船之时 那仙家子弟才不宜有他 随即邀请他们进城 而宁淮山碍于和方楚扛不住仙家烟火 准备在城郊山上等乌形雪 谁知准备进城的二人 却听到背后的仙门子弟嘀咕说 黑衣傀儡有点眼熟啊 然而令乌形雪更心虚的是 他们还说自己也有点似曾相识 冷面上仙被大魔头拽进小巷子 却生起了闷气 他看着自己被拽的手腕表情 顿时变得灰暗不明 乌形雪见状愣了一瞬急忙松开了手 却不料下一秒就被萧富轩抵在墙角 你平日叫人帮忙也这样 乌形雪不明所以是哪样 谁知冷面上仙抓着自己的手说 这般 在这般偏僻的地方 乌形雪看着狭窄的巷子 这才觉得好像是有些偏僻了 于是慌忙摆手表示 自己平时不叫人帮忙的 却督这种巷子也不多见的 萧富轩看了他一会儿未做平价 随后问他 是想找自己帮忙易容是吧 他凑近乌形雪 而乌形雪也哐的一声 再次被抵在墙角 冷面上仙驱着指弯 抵了一下乌形雪的下额 食指在脸侧 下巴和额头挤出轻摩了下 这时乌形雪忍不住轻声开口 也别太丑 闻言萧富轩手指顿了一下 过了片刻他才沉声道 管啊 然而还是右抬手动了一下乌形雪的眉眼 乌形雪不明就里还没弄完吗 可萧富轩一玩容半点没耽搁 利落地就朝向外走去 只是在转身的时候补了一举 你眼睛太好认了 乌形雪听闻此言愣了一下 随后大不留心地追上萧富轩 他一把拽住萧富轩的衣角 李明浩那么想 要不也改换一番 免得被认出来就不好了 而后他松开拽着萧富轩的手 忽然懊恼自己说了多余的话 萧富轩堂堂上仙 就算被人认出来又何妨 总不会像我一样四处结仇 让人喊打喊杀 谁曾想就在两人走到巷口 乌形雪想开口补一句话之时 就见萧富轩侧身等了他一步 而那张脸显然已经调过了 他看着萧富轩已经易容的脸愣了一瞬 正当他下意识觉得 这脸易容之后柔和多了之时 却不想下一瞬就被萧富轩熟练的 拉着手准备去找一无声 众人眼里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却被乌乌的风声差点下 身旁的上仙萧富轩轻声安慰 只是风声 不怕 然而乌形雪还在思考此行的危险程度 并未深究这猝不及防的宠命 就在两人刚到桃花州的战桥入口处之时 乌形雪把萧富轩拽到一旁 问他不是找一无声吗 怎么杆杆上写的是花子啊 他不明白明明是找姓一的 为什么要去花家 萧富轩文言心情有点复杂 谁给你的错觉 花家门下就没有一个外形 乌形雪心虚地瞟了一眼萧富轩 你怎么不早说 萧富轩虽然无奈地心想你也没问了 但还是告诉乌形雪 义无声不仅是花家四堂长老之一 而且他的妻子还是花家家主花兆婷的亲妹妹 萧富轩说完看着拽着自己的手指 你打算在浙江岸边抓着我赖多久 乌形雪赖不过去撒了手 看来躲不过只能去花家了 他跟着萧富轩往战桥走 边走边嘀咕 你一个曾经住在仙都的上仙 怎么对人间的是这么清楚呢 却不料萧富轩文言并未回答 直到快上战桥 他才垂谋应道 以前有人喜欢来 乌形雪不明就里愣了一瞬 就在两人被带到待客的花厅等候之时 乌形雪才突然回过神来 花家家主的妹妹是义无声的妻子 而义无声的父兄妻女都惨死在我这位园主手上 也就是说不止义无声 春三城排行回首的仙门 整个花家都跟我有仇 乌形雪想到这里 新说要不还是自枪吧 起码快 而后在等候期间 乌形雪询问萧富轩这神像上是哪一位 在得知华和玉居然都是花信之士 乌形雪还小声吐槽 那真是差得有点多 萧富轩文言偏了他一眼 话更像一点 随后乌形雪随口问 你认识他吗 不曾想萧富轩竟说认识 他是灵台十二仙的老大 乌形雪听得怎么感觉有点耳熟呢 而后他忽然想起 怀山万分崇拜地提过自己在邪魔之间广为流传的事情 灵台十二仙也是他杀的 乌形雪这下陷入绝望 这等血海深仇还找人家帮忙不是找死吗 杀了人家祖宗还要求人家办事 这骇人的举动也属实让乌形雪下的当场枪了口茶 原来就在刚才 萧富轩告诉乌形雪花家的神像是灵台十二仙的老大花星 而这灵台十二仙正是被魔头乌形雪全部斩杀 然而乌形雪居然还要找花家的义无声帮自己回到雀独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要不还是走吧 正在这世花信的后人 花家家主花兆亭正好来到了花厅 三人打了照面之后 花兆亭询问陈公子可是经过了无端海 乌形雪文言一脸猛逼 什么公子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想必是手下宁淮山当时在港口嘴瓢把城主硬奥成了陈公子 随即他回应花兆亭说昨晚也没料到会碰见那种事 这一趟确实跑得不合适宜 听说苍狼北域真的塌了 现在想想实在后怕 乌形雪边说边故作害怕的样子 实不相瞒到这会儿 我腿都是软的 用力都抖 花兆亭点头道 确实危险 听说陈公子是来找一无声的 但他救人是需要见到病人的 乌形雪文言指了指自己 我就是 见花兆亭不信自己 乌形雪坦言自己是生魂上了别人的身 把园主给挤没了 此行就是想求叫一无声先生可有办法送自己回去 花兆亭见乌形雪坦诚没遮掩 于是请乌形雪注意完等一无声明日出关再行商议 而后乌形雪趁没人注意至极 偷偷用口形冲萧富轩道 多谢上仙 萧富轩盯着乌形雪看了一眼 目光从他唇形上一扫而过 他抬手轻抚了下乌形雪的唇角 乌形雪疑惑地问他怎么了 却不想冷面上仙说自己嘴唇上有水字 搞得乌形雪一脸猛逼回不过神 正当两人被安排到客房之时 却不料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风风颠颠的差点撞到乌形雪 家庭声语